那一种交流来的 因此把起初爱心离弃的这一件事情 是很严重的问题 第一 对神是忠实 对人是信实 对己是诚实 那今天我们要开始讲解 一卷新的新约圣经 那我们要讲的是以福所书 以福所书 我第一次竹章竹节讲解以福所书 是1992年 对了 你没算错了 32年前 讲完了之后 当时我就被邀请去电台 录了一张CD 那因为这种东西都是无远佛界的 有一次2013年我到台中跟秋华区 就有三天两夜的休假 就是到一个朋友家里 他就让我们在他们家住 他就说晚上有一个小组的聚会 就找了十几个人来聚会 然后坐在那边 我就在那边讲 然后来了一个人坐在那边 他听讲道的时候呢 听查询的时候呢 从头到尾看着我 目不转睛 年纪大概比我大一点 我想大概五六岁 2013年的时候 他就一直看着我 都没有讲话 后来有一个时间 我们又见面了 就是他们夫妻跟我们夫妻吃饭 我们四个人坐在那边 就吃饭聊天 他才跟我讲 他才跟我讲 因为我印象深刻嘛 因为比如说你们在这里聚会 你从头到尾目不转睛 什么动作都不做 就这样看了一个小时 你不觉得你这个人有点怪怪吗 他说我十几年来要找你 可是没有找到 他说我不知道 他说你那个时候就是长老 可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年轻 他说我十几年前听到了你那片CD 那个时候呢 十几年来就是1990几年的时候 他说那个时候我已经得了肝癌末期 医生已经宣布我是死亡 医生也说不用做 你知道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先进的 什么安宁病房 那个时候有大家也不敢进安宁病房嘛 都在家里嘛 他说有人送了一片CD 他说我不是基督徒 他说因为没有事 他常常很无聊就听 他说听了一遍以后 他说假如有这位上帝 你听他讲 他说假如有这位上帝 而且这位上帝只要我打开心门 不管我是怎么样的人 他就住进来了 他说所以我就跟主说 那我就相信你啊 那你就住进来啊 他说住进来 他说他就觉得他得救了 这个很主观 对吗 什么叫做我就觉得我得救了 Anyway 过了不久 他就说又没事 他就说那我再听一遍 因为躺在床上 听完第二遍 他说既然这位上帝是这样 我为什么就干脆受洗了 后来他就去通知他太太说 叫他太太去找牧师过来 施洗完的时候 他又躺在那边 他第三次他再听一遍的时候 他就说如果是这样 如果神这么厉害 那他我祷告 他如果要救我的话 我不就可以起来了吗 他就做了个祷告说 我要起来了 以后他就起来了 他说所以我一直想见你 却没有机会见到你 一片CD就让人可以活过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只是他这样 我自己在三十多年前 预备这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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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的时候 我三十二年过去了 我现在还能够 想到当时预备以福所 所那种心情的激动 因为我是很早就信耶稣的 可是我也是一直到那个时候 才活过来 听得懂活过来吗 或者知道自己活过来 知道自己活过来 意思说你本来是活的 你不知道你自己是活的 这个很正常啊 这个人就活过来 我也活过来了 那今天我就要开始来跟你们 分享这一卷的圣经 圣徒有忠心的人 在开始讲 因为它是一个二十集讲的 所以我应该讲到 2025年会结束 讲这一卷 你放心 一定很棒 而且你会每一次 你会重新说 原来上帝是这样的 那我要怎么调整 所以我要先讲 以福所书的受信对象 跟写作的目的 我们先来念一遍经文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念预备 请 奉神旨意 做 写信给在以福所的圣徒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有忠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在讲解之前 我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这一卷圣经 写完到现在是两千年左右了 两千年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场景去理解 才会比较准确 而不是你用两千年后的眼光来看它 这样会失真 所以我会慢慢来跟你们 讨论这段圣经 以福所书是保罗书信当中 最深的一卷 最深 深是指的属灵上面 字面意义 或许你这样读过去 你也大概都能够明白 都能够懂 但是经意除了圣灵的感动以外 最要紧的 我几十年读圣经 讲解圣经 我觉得除了圣灵的感动以外 最要紧的是 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体验跟历练 因此 敬拜是当下的 可是听道行道 却是这个一个礼拜的 甚至它会拉得更长 古今中外有许多著名的牧者 跟圣经学者 从以福所书得到很大的好处 加尔文 应该大家都稍微知道 改教其中之一的加尔文 曾经说过 圣经当中的罗马书和以福所书 是最重要的两卷圣经 他认为 他认为他个人从这两卷书信当中 得到生命很大的帮助 这是比较久以来 近代 当代有一个圣经的学者 刚刚才过是John Stott 约翰斯多德 他写了一本有关以福所书 真理的解经书 那个书名叫做 God's New Society God's New Society 我很喜欢他的approach 就是他解经的模式 他说这是一个新的群体 你知道我们教会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是一群新的群体 我们的关系 我们可以变成一个新的关系 当然在以福所书里面讲到 夫妻的新的关系 亲子的新的关系 大家人跟人之间新的关系 还有仇敌之间新的关系 还有我们跟上帝之间新的关系 他说God's New Society 指的是我们 我很喜欢 在我们华人方面 早期的尼托森弟兄说 他是因为读以福所书才活过来的 我就发现很多人是读以福所书活过来 换句话说 这一卷书它不仅是知识 它更多的是生命 你能够区别生命跟知识的不同吗 知识就是在这里 对吗 生命在这里 生命在这里 有一次九几年的时候 我常常比较多是去北欧讲道 那你知道在九几年在北欧讲道 碰到都是那些留学生 中国大陆留学生 非常聪明啊 北大的毕业的 到那边念博士 甚至有的已经拿到博士学位来念 那个博士后的 聪明到不行 很多人就信了耶稣 有一个就是他很挑衅我 很挑衅圣经的 他信了耶稣基督说 他那一次 我还记得那一次我们是在下雪的一个营地里面 那他被关在里面出不去 因为他等于被骗去那里四天三夜的营会 你知道在九几年他们传扶都是用骗的 把他关在那个地方出不去嘛 为什么呢 因为距离太远了 那没有人要开车走 你就只好待在那里四天三夜 你知道讲到第三天了 他还很生气 那我们在 因为透气在外面 因为都在暖气里面 就中间break我们就跑到外面去 他远远走过来 我也在散步 他也远远走过来 你知道他走过来 靠近的时候 他都没 要把你让嘛 对不对 而且奇怪了 这样走 我这样他也这样 就这样走 走到那边 那就知道停下来了嘛 他说李先生我告诉你 他说第一 基督教是借着洋枪大炮侵略中国的工具 传进来的 第二 基督教是软弱人的宗教 我听了以后 我就说对 第一 在那个年代 的确是坐着洋枪大炮进来的 但这并不一定表达 它就是不对的 第二 我说没错 你说的对 基督教是软弱人用的 是软弱人的拐杖 我说但这句话不是你说的 是你才说的 然后讲完了就结束了 这样听得懂吗 高手过招 不用比很多招吧 对不对 就走了 走了 过了三个月 我又碰到他 他远远 那时候在教会聚会 他就跑过来 他就跟我说李长老 听到了吗 他原来叫我李先生 对不对 现在叫我李长老 他说李长老 那时候我还跟他讲 我说我就是一个软弱的人 所以我需要这个拐杖 他说我就跟他说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软弱的人 你可以不需要这个拐杖 他说你走了以后 他是北京大学的博士 三个月之后他说 他说我终于 他说我每天都问我自己 我是个刚强的人 还是个软弱的人 我是个刚强的人 还是个软弱的人 他说我现在要告诉你 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了 因为我承认我是个软弱的人 不容易啊 脑筋聪明的人要用想的 又过了一年 我又去北欧了 瑞典 我又去了 他又跑过来了 他就跟我讲 他信了耶稣 他也受洗了高兴的不得了 就跟我聊了很久 聊了很久之后 他就跟我说 你觉得我信得怎么样 不错啊 你知道这种人是不容易啊 他说你觉得我信得怎么样 我说你信得很好 但是信得太高了 他说什么叫信得太高了 我说你信在这里 我说你信低一点点就更好了 他说什么叫信得低一点点 我说信在这里 有听懂吗 这个叫做什么 活过来了 信在这里 所以不是信在这里 尼托生说 他因为读了以赋读才活过来 尼托生讲说 以赋读只有三个字 人家有这么多节 有六章 一百多节 他怎么都只有三个字呢 第一个字 我现在是给那些比较懂的人讲 如果你听不懂 你都pass 那听讲道是什么呢 太难的对你来说 因为我要讲的比较宽度 比较宽嘛 有的在这边 有的在这边 所以你听不懂就没关系 他说以赋读就三个字 第一个字叫做坐 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你就与神坐在天上 第一个字叫做坐 第二个字叫做行 就是当你坐下来 跟神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要在行在地上 你要跟人来往 你就行 所以第二个字是行 第三个字叫做站 我说怎么会是坐 行站 所以他有一本书 叫做坐行站 站就是当最后一天 审判的时候 你打败了自己 打败了魔鬼 打败了世界 最后审判的时候 你站立在神面前 这是第六章的 站在神面前 所以第一个字在二章 坐 第二个字四章 行 第三个字六章 站 坐 行 站 难怪人家就是一个 大的神学家 因为他三个字 去解决我们 一年多要讲的东西 另外有一个华人的讲员 神保罗牧师 他曾经说过 在保罗书信当中 他读的最多的 就是以福所书 而且这个书 就是让它里面 充满了活力 充满了动力 以福所书 对我个人而言 也是这样 因为这一卷书 让我慢慢地 你注意听 慢慢地越来越好 我再说一遍 如果你不能接纳 你的现在 你就很难起步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如果你不能接受 你的现在 你就很难起步 因为你不知道 你现在在哪里 可是当你知道 你的现在之后 你起步的时候不要用跑的 要慢慢地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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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往前走 那这样就很好 以福所书是我得到 最大的帮助 那以福所书是 使徒保罗写给以福所教会的 写给以福所教会的 以福所这个城市 在两千年后的今天 它还存在 它在小雅西亚 就是土耳其的西边 靠近爱琴海 的边上 第一世纪称这一块 就是土耳其这一块 叫做雅西亚 其实后来我们把雅西亚 叫做整个亚洲 对不对 可是当时雅西亚 是指的这个 现在我们叫它 小雅西亚 是有别于当时的称呼 小雅西亚 它是一个河口城 对于地理稍微了解的人 都知道 一个地区发展起来 一定是在河口 是不是 因为它交汇 因为它有 这个东西送进来 然后里面东西送出去 所以很多人 集集在这里 商业的频繁 人员的来去 货物的集散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 思想的交流 是不是 所以思想的交流 会汇集在河口 特别入海的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 宗教的兴起都在这里 因为我问各位 出海 危险不危险 出去了 不知道会不会回来 出去了 不知道会不会回来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想就在几年前吧 坐飞机的失事率很低 对不对 现在坐飞机好好祷告 飞机常常掉下来 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 大飞机也掉 小飞机也掉 以前坐飞机是最安全的 比交通事故 机率低多了 现在还会有高空乱流 我也觉得奇怪 以前为什么都没有停过 高空乱流啊 所以这个 整个的地球圈 的确是出了问题 不然不会这样的 那以弗所这边 所以就是宗教 非常的繁荣 以弗所有一个 很著名的神庙 叫做戴安娜女神 或者圣经上分成 雅迪米女神 那个是世界 七大奇景之一 当时以弗所 就是一个 风俗败坏的地方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我问你 如果你觉得 今天出去就不一定会回来 那么你出去之前干什么 干好事还坏事 我不要讲 你自己心里想 如果你觉得 今天出去就不一定会回来 你干好事还坏事 或者你到外面去 做一件事情 你不知道还回不回得去 你干好事还坏事 都摸着良心 自己回答就好了 不要 我们都不要讲别人 那个地方又是 异族外邦的文化进来 所以宗教蓬勃 他们就有一个 雅迪米女神庙 我这一次 二月跟秋华去意大利讲道 因为在罗马待很长的时间 那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 李长老你要去哪里 我们带你去 我就说 帮忙可以带我们去 再看一次 梵蒂冈里面的博物馆吗 梵蒂冈里面的博物馆 他说你是要指导西斯丁教堂 还是要中间看一下 我说中间看一下 但是我们的目的地 在西斯丁教堂 如果你知道梵蒂冈 博物馆 那那里面的宝藏 每一个都不得了 都是清城清国的 钱才可以买到的那个东西 那他就说这样好了 他说我安排 一定会在西斯丁教堂 你们知道西斯丁教堂就是那个 李开朗基罗画这个的 有没有 在天花板上面 那个你进去不可以讲话的 一直有人站在那边 而且你不可以照相的 但是所以我们都怎么看 他们去的人 常去的人就会拿一个镜子 因为你这样看 你看不了多久 你看不了多久 你就头就不行了 而且它四面的墙 跟天花板全部都是图 你要慢慢看 所以后来大家都买书回去 因为你这样看根本没有用 不过你要到那边朝圣一下 感觉那个气氛 后来才知道 应该要拿镜子去看 这样看 你听个懂吗 你这样看 你头低的这样看 这样看 这样看 去 然后后来 那天他就说带我们到西斯丁教堂 中间会经过一个地方 我就终于看到这个 我上次看到的东西 我这次把它拍下来了 这个就是雅迪米女神庙 拜的那个女神 看得到吗 她身上大部分的都是什么 都是乳房 都是乳房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生殖跟生育的神 这是雅迪米女神庙 这一个女神庙里面有圣仓祭 听个懂仓祭两个字吗 然后上面加一个圣 这个不是很奇怪吗 因为你跟这个圣仓祭结合以后 你就成圣 你很困难接受 没关系 知道就好 因为这个缘故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混乱的地方 保罗在这边住了很久 三年半 看了 都是我现场拍的 我当场拍的 我昨天晚上还把它特别找出来 交给欧妮说 把它今天放出来 好 这是保罗跟他们讲 这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 我们念一遍 预备 请 所以你们应当 纪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的流泪 劝戒你们个人 保罗是我非常 爱戴羡慕的传道人 因为他不仅有丰富的知识 而且他爱人是真的 他说 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的流泪 劝戒你们个人 你要知道 以我们的关系 我最好不要花时间劝戒你 我只要花时间爱你就好了 因为劝戒要比爱 还要更有爱 对吗 不然的话你过你的日子 我过我的日子 我没事犯你干什么 可是如果一个牧者 他要爱人 他就要劝戒 这个是我学了很久才学会的 但是我现在已经会这样做了 因为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 这是唯一能够让你跟我之间 拉近距离的想法 不然的话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一直看 这个手信就是不满意嘛 可是他 我唯一能帮他 就是我如果能劝他一下 说不定你知道 一劝他他就好了 即使不好我也表明了我真的爱 但是在劝之前 有一个昼夜不住的什么 流泪 没有真正的爱 劝戒是没有用的 只有爱而不劝戒也是不够的 保罗陪了以弗所教会三年 三年的时间 从这边我们就知道 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丰富的教会 他们有最好的牧者 他们有最好的founders 可是后来怎么样呢 在这一卷书 我要仔细地往下分享 二十次讲到以前 我要提提这个教会 三四十年后的光景 三四十年后的光景 你说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活在现在 没有想到我们将来 应该会变成怎么样 我在我们这个教会 讲过很多次了 如果你上过我很多的 training的课程 我在全球帮人家牧师上 这个training的课程的时候 我都跟他们讲一件事情 先想以后 二十年之后你在哪里 四十年后你要变成怎么样 你如果没先想好 你就一直待在现在 你其实你 你不知道你会变成什么 等一下我要叫你记两个字 那两个字我现在先 卖个关子不告诉你 那两个字会影响到 我们所有的东西 那两个字我先放着 我要讲他三十年后的光景 我要讲他四十年后的光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透过历史的记录 我们才能够明白 人 我讲到人 你不要想别人 想你自己 人 我这个人的状况 就是三十年后 我到底要怎么样 我一直在想 我很多年间就开始讲了 很多年间就开始讲 老人只分两种 一种是讨人喜欢的老人 老年人只有两种 一种是讨人喜欢的老人 对不对 一种呢 是令人讨厌的老人 你只要一不小心正常 你就是令人讨厌的老人 你只有非常认真的面对自己 你才有可能变成 讨人喜欢的老人 还好我们当中有见证 我可以说对吗 我们教育的六姐 是不是讨人喜欢的 真的 我告诉你 像他这样 我称你老人可以吗 他现在是二十岁 二十岁 他明年就十九 后年就十八了 他其实现在是八十岁 你不觉得八十岁 还这么讨人喜欢 真不容易 可是这个不是自然变出来 我告诉你这不是自然变出来的 自然变出来的都是 我实在不想讲 因为我将来会变成那样 对不对 令人讨厌 令人厌烦 令人担心 令人逃避的老人 只有预备好自己的人 才能变成讨人喜欢的人 因此我要先讲 以辅佐这个教会 后来变成怎么样的人 唐太宗 在魏征 就是他的宰相 死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以铜为敬 可以正一观 以死为敬 可以知心替 以人为敬 可以明得失 我从很年轻 就背这句话 我非常喜欢 那 唐太宗 在魏征死了以后 他说 如果他们当时 没有镜子 镜子是后来才发明的 当时把铜插得 很亮很亮 你就可以看 他说 以铜为敬 可以正衣冠 把衣冠穿好 以死为敬 就是以历史为敬 就可以知心替 就是怎么样心 怎么样衰 以死为敬 那以人为敬 就可以明得失 你看这个人 你就会说 所以他有什么优点 然后我要怎么办 他有什么缺点 我怎么避免 我好喜欢这句话 所以你知道 我的老师是谁吗 不是 就是你 你们都是我的老师 因为以人为敬 就可以明得失 我这句话 是良心说的 我每次看到 任何一个人 我就说 他有什么优点 是我可以学习的 这个是叫做骗 你听得懂吗 偷 我叫你教我 你也不愿意教嘛 对不对 然后你还说 我不会 对不对 所以我得自己拿 我慢慢地学 慢慢地学 慢慢地看 以人为敬 我们今天如果 不先把以福所 后来变成的样子 说出来 你不会知道 说这么一个繁荣的 昌盛的 荣耀的教会 有一天变成这样 以福所书一章一节到二节 那里提到说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有忠心的人 我再给你们看那个经文好了 OK 保罗写给那个对象 那个以福所教会 他说 他说就是以福所的圣徒 圣徒英文是 Holy People 或者叫Saints 那这是两种不同的模式 一种是形容法 一种是名词 他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有忠心的人 所以圣徒就是有忠心的人 圣这个字就是在基督里 圣徒就是有忠心的人 所以圣徒就是有忠心的人 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 那保罗写给他们的时候 就说你们这么棒 可是后来变成怎么样呢 后来变成怎么样呢 从年代来看 保罗写给他们的时候 大概是六十年 诸后六十年的时候 到了诸后九十年的时候 保罗所建立的教会 注意定位 他所建立的 他所建立的 他在里面三年多 保罗都没有在一个地方 这么久过 然后把他建立的这么好 而且他可以把一封信 写得这么深 在几年就写给他们看 他们还看得懂 就表示他们程度好 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如果从外面 你知道我讲到在你们 当中 我上礼拜在这边讲到 讲完了之后 我就给我儿子听 那我儿子 我儿子有来听嘛 然后他跟他太太就讨论完了 就评论我 不过他跟我 把我评论跟谁放在一起 把我跟 Tim Keller放在一起 哇 这是给我很大的荣耀 你知道吗 Tim Keller 他说 爸爸 你跟Tim Keller讲到的差距在哪里 差距不是这个意思啦 他说你们两个不同在哪里 他就讲 我觉得我很 后来我儿子就问我一些问题 我就跟他说 因为我在我们教会 我从来都是无底线的讲 这样听得懂吗 无底线的讲 就是说 我是在你们当中讲到 我是不管你听不听得懂 你必须听懂 因为你们程度够 我在外面讲不是这样讲的 我在外面讲 他讲得浅一点 不然的话 他们听不懂 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书信 是最难的 因为他知道 这个他所建立的教会 是能够知道他在讲什么 可是这个教会 在几年之后变成怎么样呢 就在四十年之后 三十年之后就变成这样 我们来读 我们来读 预备 请 然而 这是约翰 在拔摩海岛 写启示录的时候 圣灵说的话 对不起啊 不是人说的话 是圣灵说的话 圣灵指责以弗所教会说 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在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 圣灵向以弗所教会说 说你们 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你知道这个对于一个 一个教会 或者像我这样研究圣经的人 其实是很伤心的 这么好的一个教会 在三十年之后 就变成这样 就被责备了 是最好的教会 被责备说 你起初的爱心 已经没有了 已经离弃了 所以 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一个教会建立几十年之后 他们有最好的建立者 他们有最棒的教导者 他们有最好的牧养者 保罗还一直写信给他们 你知道吗 后来是谁在以弗所教会做长老 你一定没知道 就是约翰 就是使徒约翰 他们的传道人是谁呢 就是提摩太 所以他们是最好的 你就是当代最好的人 牧养了这个教会 三四十年之后就没了 就被责备了 那你不要讲现在 两千年之后 当然变成废墟了 我自己建立了 欧华神学院之后 你知道我从建立了十年之后 我就开始为欧华神学院祷告 我起先的祷告 是让他一百年不变 你听得懂吗 一百年不变 后来我觉得我有点要太多了 我就跟神说我改变一下 就是我做几年 然后等同那几年 他不变就好了 我觉得我已经很满意了 我在两年我就会把董事会主席交给别人 那个时候我做了二十年 我跟神说求求你 二十年之内他不要变成新派的神学院 你知道很多人听到我这样讲话 就是你真的不相信神 我会跟他讲 你真的没有看懂圣经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他们会说 你怎么可以对上帝这么没有信心 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神学院要一百年 要一千年 我就心里想说 圣灵上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 以服所教会 也不过三十年就堕落了 那怎么可能呢 我就心里这样想 那在这边 圣灵说 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他的英文是 Left your first love 离弃了你第一个爱 或者起初的爱 那个Left是Give up的意思 就放弃了 放弃了 那他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可能是 他把对神起初的爱 起初的热切的爱离弃了 你知道 我们刚才不在敬拜吗 对不对 我问你 你是真的还假的 真的吗 大部分人是真的 起初都不是真的 后来就变成真的了 我知道我们大家变化的过程 因为我花很多时间 了解我自己心态的变化 跟观察别人心态的变化 在这边敬拜的弟兄姐妹 起初都是说真的还假的 可是久了以后就认为是真的 不仅认为是真的 他就完真的 可是那个是当下嘛 对不对 所以有一个软弱跌倒失败 还爬不起来的传道人 他拿了别人的钱 他拿了别人上百万的新台币 他软弱跌倒 他悔改 因为被抓到了嘛 他悔改的时候 他就问我说 他说我现在的悔改 是真的还假的 我怎么能保证我将来还是真的呢 我刚才说你现在的悔改是真的 但是你能不能保证你这个悔改 一直坚持下去 我不知道 也是这个圣经啊 起初的爱心是真的还假的 真的啊 不然的话就不会得称赞啊 可是为什么会渐渐的就没了呢 注意啊 我已经讲了那个关键字了 叫做渐渐 今天你只要学会这两个字就够了 渐渐好不好 或者把它当成一个副词使用 渐渐的 听住了啊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把爱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我告诉各位一定是渐渐的 绝对没有立刻的 我们的爱失去都是渐渐的 对吗 我们对配偶的爱是渐渐失去爱 当然也可以渐渐增加爱嘛 当时不是爱要冲昏的头 怎么会结婚呢 对不对 但是现在渐渐的怎么样 更爱了嘛 另外一边就你自己想了啦 但是这个渐渐的就是很重要 很重要 起初的爱 他离弃了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当一个人刚信主的时候 除非他是没有理解什么叫做信主 你知道我们基督信仰上帝爱我们 上帝接纳我们是照现状 听得懂照现状吗 照现状就是说你现在怎么样 他就有现状接纳 我问你容易不容易 现状就是无论我有多少罪 无论我有多少错 无论我有多少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我都没解决 你怎么照现状接纳我呢 好歹你也让我去服服行 好好你也让我去还还款 好好你也 你也至少让我去跟人家道歉嘛 耶稣基督说不必 照现状就接纳你 你只要说我错了 我错了不是对哪一件事错了 而是我这个人错了 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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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你信耶稣 你没有办法改到可以信耶稣 你没有办法可以改变到信耶稣 耶稣基督接纳我们都是照现状 所以永远是照现状 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事情吗 你不仅是第一次照现状 你五年之后你有改到 可以相信耶稣基督吗 我可以告诉你没有 你十年之后也没有 到死的那天你都没希望 耶稣基督永远照现状接纳我们 当你懂这个东西之后 你懂了以后 我问你 你对神的反应爱 是怎么样的状况 说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为什么在49年又 七八个月前 在芥菜总会营地 奉献座传道呢 那个时候我在读剑宗 而且人家都告诉我 一定会念台大 而且人家告诉我 一定会留学 人家告诉我 我前途无量 可是我知道 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我知道我外面一个人 里面一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 我常常告诉你们 我不看镜子 因为我不相信 我看到的那个镜子 就是我自己 因为我在外面的人 表现得跟我里面的 不一样一个人 这是我自己 所以当我在 那个芥菜总会营地 那个讲员说 我们当中 你知道我们要去参加 那个营地 我记得那次有 一百多个人 还是三百多个人 一百多个人 三百多个人 是全台北各地方 推荐出来的 你必须要学校团契 推荐你 你才可以参加 我们建中 也只有派四五个人 去参加 我们是被推荐去的 而且我还是团契主席 我就会去参加 参加去参加了 他说确定自己得救的 请举手 我就心里想说 确定自己得救 不我能确定吗 我能确定吗 我就想说 我看起来不错 可是我 我没那么好 我外面一个 里面一个 可是他说 确定自己得救的 举手 我们都是被确定才来的 听得懂吗 那个是在别的 在学校里面 被确定才送进来的 他第一个晚上说 确定的请举手 那大家很多人就举手了 可是我就心里想说 人家觉得我确定 可是上帝确定我吗 这是我的问题 所以我在那边 可是因为你知道 他一讲 大家不是就有声音吗 因为有人会举手 就 声音对不对 我就偷看 所有人都举手了 可是我就不敢举手 我说因为神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你听得懂吗 你们到现在都没懂 所以你敢信了 你知道吗 你怎么敢信呢 因为你没搞清楚状况 他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就不要说 你当时信的时候 你现在还是 胡作非为 不是吗 不是啊 那你们比我好多了 有时候心里面想的 有时候骄傲 有时候忌妒 很多东西在里面 我说如果上帝上 我怎么可以 被他认为我是一个 所以我就在那边 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后来 你知道那个讲员 讲到最后 我想全部人都举手了 结束了 他就举手 好了 我们祷告 祷告完就散会 散会我就从那个教堂 从那个聚会 这样走出来 你们知道 走出来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楼梯吗 我就走到那个楼梯 我坐在那边 就停车场 那个有个楼梯 有没有 下个有个停车场 那个楼梯 我就坐在那边 然后我们辅导就过来 是一个女的 就坐下来 拍拍拍 我说 李健 你刚才没有举手 我说对 原来他们都偷看 我说我没有举手 他问我为什么 我说我不敢相信 有这种上帝 我不敢相信 有这种上帝 他如果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他如果是自真 自善 自美 他绝对不会要我 老师会要我 爸爸妈妈会要我 朋友会要我 可是上帝不会 绝对不可能 这两个是矛盾的东西 你就坐在那边 你知道那个辅导 也说不出话来 对不对 这个也很难辩驳 是不是 因为这是很主观的感受 他就拍拍我 他说上帝是一定会接纳你的 我就心里想说 怎么可能呢 你也把上帝看太小了吧 你看我才十五六岁 我就想这么多 后来我就想 我就想怎么办 后来我就又回去了 那当然有第二天第三天的聚会 后来我在聚会当中 我就跟上帝说了 我说这样 要么就是别人都讲的都不是真的 都信错了 他们把你想小了 或者把自己想了不起了 我说 但如果这么矛盾的事情 在你的里面都可以 在你的里面都能够调和过来 我说 我不仅这一辈子相信你 而且我要做传福音的人 就是那一次 我现在讲的这个故事 就是我当时真实的状况 我就是我这一辈子 要做传福音的人 因此后来我念台大 念台大法律 念台大 我一直跟神说 我要确定你 是不是这样的一位神 如果是 我不要做别的工作 我要告诉别人 因为我的矛盾是在十几岁 你知道吗 你的矛盾可能是七八岁 你的矛盾可能是四十岁 你的矛盾可能是六十岁 我甚至对九十几岁的人传福音 他信耶稣 他就跟我说 你知道我犯了多少错吗 可是我知道 我不知道犯了多少错 但是我知道上帝就现状接纳他了 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吗 他是坏 我为什么就传到人 因为跟你这个人有多坏 没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考试考 牧师的时候问他说 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慈爱 预见的时候 怎么reconcile这件事情 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吗 他答不出来 不过我们还是让他过了 因为我们事后告诉他 上帝的公义是百分之百的 可是当上帝的慈爱出现的时候 上帝就接纳了我们这个罪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问你 假如今天你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 你爱不爱上帝 你不能明白 我倒过来 你做了非常多的坏事 然后你跟你的亲戚 跟你的家人 跟你的配偶说 我做了这么多的坏事 然后你太太或你先生 或你爸爸说 完全没有问题 我真爱你 而且 没有exception 我接纳你 你爱不爱他 没良心的家伙 爱是哪里来的 爱是因为赦免来的 爱是因为接纳来的 爱是因为彼此的那一种 那种内心的那一种交流来的 因此把起出爱心离弃的 这一件事情是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当时拿到这么大的恩典 你怎么可能呢 你知道前两天有人问我说 李长老你怎么可能这么 因为他跟我在一起交接一件事情 交接完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怎么可能这么爱人 我不是要高举我自己 你不用高举我 因为这个是一个 我只是感谢上帝的回应 这样听得懂吗 就是说我拿了这么贵的东西 我不贵就付一点钱嘛 所以我不再讲我自己了不起 你真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只是在告诉你说 当你有这么大的赦免的时候 你的爱就很大 他就跟我说 你为什么做到了六十五岁 你还这么热情 他说这么一点点小事 你都这么付出 我儿子也告诉我 他说你可不可以把手机放远一点 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开 我后来跟他们解释 我跟我儿子媳妇解释 我说这个是我不对 是我不对 因为我应该注重我的睡眠 这样我可以活久一点 我说可是因为我从年轻 就当传道人 我的观念就是 养有需要必须立刻去救他 所以我晚上会睡不着觉 就是看着手机就说 我现在马上要回答他 我再告诉你 这是我的不对 因为不需要马上 也可以解决问题 这样听得懂吗 这是我需要学的部分 可是我要让你知道 说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起初的爱 我们爱神爱人都是这样 所以他说起初的爱 我们就失去了 好 我现在要来讲第三点 如何重拾起初的爱心 我再把我们的这个 讲到的方式 我再给你们讲一遍 我要讲以福守书 对吗 那我介绍了保罗 跟以福守的关系 然后我又介绍了 以福守书这本书的难度 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 四十年之后 三十年之后 以福守教会变到哪里去了 我先把这个讲完了 下个礼拜或下一次 我再正式讲说 他在讲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说 连拿到这卷书信的人 被称赞成这样 可以看懂这种书信的人 四十年之后还是不见了 还是不见了 可是圣灵没有让他不见了 圣灵没有让他离弃了 起初的爱心就好了 圣灵有给他回头的机会 我们来看 启示录二章五节 我先让你们来读 我们来读 刚才是四节 对不对 他说你把爱心离弃了 对不对 我们来看 预备 请 所以 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行其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那里 把你的灯台 从原处挪去 他先说说你从起初的爱心 你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那圣灵没有停在这边 弟兄弟们 如果圣灵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那我们就说 对 我觉得上帝最伟大的部分就是 不仅照现状接纳 而且他还会指出我们的错来 指出我们的错来 还给我们一条回来的路 你知道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救恩 如果照现状接纳 那就不完整 因为 所以你就一直包容我的坏了 可是神没办法 公义是不能扭曲的 所以他的慈爱是暂时遮住公义 这样听得懂 然后你必须再把回到公义的那一点 把这件事情做完 这个慈爱就是 让你还有再回头的机会 那怎么回头呢 他说所以你应当回想 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你回想 你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这是圣灵所说的话 因为这个缘故 怎么样重回 重拾起初的爱心呢 第一个是悔想 在哪里坠落的 在哪里软弱的 第二就是悔改 悔改这个词 悔改这个词是这样 悔改这个词 它其实有两个 有一个分解动作 悔改是悔跟改 这样 悔是什么呢 说我承认我错了 这都悔嘛 改是我就离开 悔改 承认我错 悔改 那怎么会悔改呢 第一个是会先什么 会悔想 悔想 我现在来讲 快结束了 我们先讲第二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要悔改 上帝给我们机会 让上帝给我们恩典 即使我们爱心离弃了 上帝都给我们机会 我现在对基督徒说 你要想想看 你起初怎么信耶稣的 我要想想看 我起初信耶稣的时候 我怎么样的蒙到那个大恩 高兴到不行 上帝说 你现在已经离弃了 你现在已经退后了 上帝给我们机会 他说我们要悔改 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等一下 或者下一次 开始读以复所述的真理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现在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就是上帝永远给我们机会 记住了没有 上帝永远给我们机会 你不要怕你现在在哪里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 以及魔鬼撒旦 以及整个世界的规则 都在压抑我们 都在把我们往下弄 就说你不行 我们的正式的回答是 我不行但神行 这样听得懂吗 我们不能说我行 因为你就是不行嘛 因为事实上证明你不行啊 那不行怎么办呢 我不行神行 所以我们一定要 知道上帝永远给我们机会 无论我们不好到了什么样的光景 你看 以复所教的教会 本来是很好的教会 是一个很有恩典的教会 可是如今落到这个光景里面 上帝还是对他说 给你机会 你要悔改 心想第二点嘛 心想第二点 所以要想悔改 OK 悔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个人的光景 现在怎么样 我们教会 现在的光景 怎么样 我告诉各位 我们教会 现在光景 是不错的 为什么 因为才五六年嘛 还在新鲜 保鲜骑当中 对吧 而且我们都很开心 彼此相爱 圣经叫我们 要怎么样 我们都尽量做 我们真的彼此相爱 我真的在你们当中看到 我们不在 你们常常关心我们 然后我们在外面 我们常常发 那个video回来 给你们看 说我们在哪里 我们在哪里 很多人都觉得 说李长老 你真的吃香喝辣 在全世界各地的景点 我们都没有去玩过 你玩遍全世界 问题是我们都在工作 但是我们 要让你们看到 我们真的很棒 我们真的很好 我们活得很开心 所以我们要 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知道说 原来我是这样 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 我们教会 现在还没这个问题 但可能你有 你有这个问题 我们教会是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难保三十年之后 没这个问题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动作 我现在再告诉你们一个 我并没有一次 把教会的真理 都告诉你们的缘故 就是知道太多 没有好处 知道太远 你走不到 为什么我们要直躺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要分 我们这样再下去十年 我们就硬化了 僵化了 我们就不会动了 最好的办法 就是分成一半 你们看过有一种虫吗 你把它切一半 它又会长回来 它就会重新有活力 你知道为什么要捐血吗 你把血抽出去 它就会内造 你如果不捐血 它就血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会老化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一直成长 我知道你们都害怕 对不对 有人这次又警告我 李章老 你不要再讲 我们要分堂了 你不要再讲了 我们都怕了 我是怕你将来 要悔改得很严重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 我们要分的目的 就是要一直保持新鲜 一直保持新鲜 一直要依靠上帝 你会保持新鲜 所以第一个 如果你已经离弃了 起初的爱心 你要悔改 但是悔改以前有一个动作 那就是什么 想 你要想 没有人不想就会悔改的 不想就悔改 那个悔改也不深的 所以你要想 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在这里 我可以告诉各位 为什么保罗叫他们要悔想呢 因为你一悔想 你就知道你原先的爱心在哪里 你原先的生命在哪里 弟兄姐妹 我问你 刚才问过了 爱心是怎么失去的 记住这个话了 渐渐失去的 没有人 是突然失去的 你又没有脑部的疾病 对吗 你怎么会突然呢 你都是渐渐的 没有人一下子就离开那个原点 爱是渐渐失去的 爱不会是今天爱 明天不爱 不会的 它是渐渐失去的 夫妻的爱是如此 亲情的爱是如此 同事之间的爱也是如此 弟兄姐妹的爱一定是如此 我们会渐渐的失去 但相反的我们也可以渐渐的增强 对吗 我现在又要要求我们弟兄姐妹 我要求你们都是很简单的 就是来我们教会之后 你很内向我知道 我讲一句话你也不肯相信 你知不知道我是内向的 你们不相信吗 我是很内向的 可是我的外向是被我逼出来的 我自己说我必须这样 我不是那个会跟人家打招呼的人 我讲的故事给你听是真的 你一定不敢相信 我讲说你也不会相信 我在美东 在九几年两千年就很有名了 我在那边讲到 有多少教会要请我讲到 可是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我旁边一定要站一个人 比如说光周站在我旁边 我就觉得有依靠 这是人的弱点 不然的话我就能不讲话就不讲话 能不打招呼就不打招呼 能不抬头就低头 我就这种人 可是我一上两台就好了 可是我一下来就有问题 那我在美国有一个朋友非常好 那秋娃那时候 必须在台湾带孩子 我到各地去 我无论到哪里讲到 他们夫妻都飞到那里陪我 他带来知道我要喝怎么样的咖啡 我什么时候喝咖啡 怎么喝 里面的百分比是什么 他都知道 温度要多高 所以他会一直monitor我 后来这对夫妻就暗幕 暗幕听得懂吗 就我们那天暗幕一样 暗幕他不是很多朋友来吗 那时候美东的大幕师都来了 什么美东的大幕师 包括黄芷家啦 什么一共有三十几位幕者 那我也去 我也去 那天暗幕的时候呢 那有些朋友都认识的 认识的就在一起 可是平常都是这对夫妻在照顾我 后来那天就暗幕了 那天就暗幕了 他们当然就很多朋友嘛 他们就去 然后那个很大的 你在美国的教堂都是很大嘛 教堂都很大嘛 然后他们的地下室就是吃饭的地方 摆了buffet全部都弄好了 然后他们就宣布说 等一下就下去吃 爱宴大家都下去吃 请大家都不要离开 大家都吃这样 然后说 但是前面有一桌 大概有二十几个位置 是给牧者洗 请大家先不要的那一桌 那桌是给牧者 我就是牧者嘛 他说到那边呢 自己拿那个 拿那个 然后就去 你知道我走到下面 我突然很慌张 因为其实那些牧者都认得我 我也大概都认得他们 可是每一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所以没有人把心思放在我身上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很自我 但是我就是内向到 人家跟我说 李长老 你拿个盘子自己去拿菜 你知道我拿个盘子之后 站在那边 我不知道要拿什么菜 然后我就看着大家 我突然觉得我在一个 没有认识人的地方 我就后来就偷偷地 就把那个盘子放回去 因为也不会有人注意到你嘛 因为大家都在那边社交 你知道美东大的牧师都来了 三百多个人参加他的暗幕啊 那我就放了盘子 我就走到楼上去 在那个大的会堂里面 走到一个没有人看得见的角落 坐在那边 等他们下面吃饱 因为我住在那个被暗幕的 那个牧师家里面 所以他们等一下吃饱 会来找我 对不对 然后最后会找到我 你听得懂吗 然后就把我带回家 然后过了一两个小时 我就坐在那边 过了一两个小时 那个牧师跟师母上来了 那个师母就跟我说 李健你在这里 他回头跟他先生说 我就知道李健一定没有吃 这样认识我了吗 可是我跟你们在一起 我不会这样 我第一次看到明秀的时候 我看了很久了 我不敢跟明秀说话 因为他美貌逼人 不是的 而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我在你们当中 我都是勉强自己跟你们打招呼的 所以我就渐渐的 这样听得懂渐渐了吗 如果你在我们教会 悔改 回想 是你回到上帝面前 一个很重要的地步 我是一个 能不跟别人打招呼的人 就不跟别人打招呼 你们不知道 我每次都要下定决心 说我过去 微笑 可是因为我三十几年 做传道人了 三十几年 从头一天渐渐的 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刚才讲的事情 才是两千多年的时候 2004 2006年的时候 我还这么闭色 我是真的闭色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所以回想之后就要怎么样 悔改 第三你就可以用忠心 如何重拾起初的爱心 就是忠心 来我再把忠心讲完就结束了 忠心就是faithful 是形容词 faithfulness是名词 faithfulness这个名词 就是忠心 忠心这个字 又翻译成信实 英文 对吗 faithfulness 是不是信实 对吧 faithfulness 有没有诚实的翻译 有没有 对吗 如果你们英文好的话 我想我不会讲错 因为这个字 是从希腊文来的 faithfulness 这个字就是英文 希腊文的pistis这个字 这个字我在我们教会 讲过很多次 它有三个dimensions 第一 对神是忠实 对人是信实 对己是诚实 所以呈现真实的自己 就是诚实 对吗 诚实 faithfulness 就是对自己诚实 你要知道对自己诚实 很困难对吗 对别人信实也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我答应你的事情 我要做到 很难吗 因为情势变更 可是情势变更 你到底要不要做 这就是faithfulness 最后就是忠实 忠实这个词 是对着上帝的 我以前不太明白 真的 我年轻的时候 不太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看 那个 有 君臣 君臣的制度 君臣的制度 你就讲中国的君臣制度 清朝 明朝 元朝 清 有君臣制度 清朝是最靠近我们的 这个朝代 对吗 你知道 所有的 臣子 都要追侍 听得懂追侍吗 追侍你死了以后 我才给你一个封号 对不对 那我就心里想说 这个皇帝 怎么不会做人呢 他死了才追封 他做 什么什么忠臣 有什么用 应该活着之后 就给他嘛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生的时候不能封的 为什么 因为你怎么知道 最后一天 他不会变成奸臣呢 所以一定要死了才追封 死了才追世 盖棺才能论定 对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对神也是这样 所以that's why finish well 是非常重要的 以福佐教会 起初是这样 为什么变成这样 是因为他们渐渐的 就变成这样了 可是感谢主圣灵说 没关系 你要回想 回想以后你就会悔改 悔改以后 你就可以忠心 就faithfulness 我希望我们在还没开始 讲以福所述的时候 我们就下定决心 常常回想 并且悔改 从现在开始做 忠心的人 直到有一天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神说你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求你自己保守我们 今天这篇信息跨度太大 时代拉得太远 但是巴不得初代 你怎么样透过保罗所建立的教会 到几十年之后 你怎么样透过圣灵责备他们 到今天仍然可以用在我们身上 求你自己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